男人收到一个冰雕企鹅 把他放在桌子上当作装饰 可就在他转身时 企鹅不见了 男人百思不得其解 突然 企鹅竟然是活的 还冲他叫了两声 男人猛了 他慢慢蹲下身 小心翼翼地戳了戳面前的企鹅 又抱起企鹅 然后 因为着急出门 波普只能先将企鹅安放在浴缸 给他倒上不少冰块 还给他一顿扑 希望他能老老实实等自己回来 可是总与愿违 波普前脚刚走 企鹅就开始对着墙壁一顿乱捉 还不小心打开水龙头 很快浴缸就满了 企鹅在里面了欢快地游泳 波普很快回了家 但他第一件事就是打给爸爸的船员 希望他能帮忙将企鹅送回去 可他丝毫没有注意到 企鹅已经在浴室翩翩起舞 下一秒 波普被强大的水流冲走 还好反应及时 他死死抓住了二楼的边框才没掉下去 企鹅见状走来 波普十分苦恼 他找来动物控制中心 可他们没收过企鹅 说让找渔业试下 可渔业的工作人员又说需要找海洋和水情部 但水情部不收活物 又让联系有约卫生组织 波普精疲力尽 在沙发上查了资料便沉沉睡去 隔天一早 企鹅闹铃差点没给波普送走 气得他直接将企鹅轰出门 可企鹅不愿离开 他突然看见面前桌上的花瓶 看四周没人 他一把姜花拿掉 把花瓶中的水往地上一洒 抱起企鹅就是一个花心 就当波普出门时 前台叫住了他 下一秒 企鹅再次出现 他立马装死 否认企鹅是他的 可走廊的监控记录了一切 包括他那兴奋的动作 剑虎不过去 只好拿钱封口 再次将企鹅带回家 闻铃声响起 又是一个类似的箱子 他以为是爸爸的船员送来的空箱子 于是打开后没再多看 一心只想将这只企鹅送回老家 可没想到 波普很快抓到了企鹅 正当他准备将其放进箱子时 垃圾桶倒地的声音吸引了波普 他走近一看 又是一只企鹅 波普猛啊 原来这个是爸爸寄来的第二项遗产 里面竟是五只企鹅 波普崩溃了 现在家里有六只企鹅 拆家能力不亚于二哈 他只能拿罐头吸引 就在这时 闻铃响起 是前妻和两个孩子 原来今天是儿子的生日 波普本想拖延一下时间 可一只企鹅突然出现 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儿子非常开心 还以为是爸爸给他的惊喜 立马冲进屋里 没想到里面竟有六只企鹅 两个孩子很快和企鹅玩在一起 波普和前妻到此状也很是开心 就在此时 闻铃声再次响起 快看 男人竟在大街上遛企鹅 只见他插开腿 六只企鹅很配合地从他胯下穿过 不仅如此 他还给每个小可爱准备了食物 当起了企鹅奶爸 把着企鹅们一个一个上厕所 甚至在家带企鹅跳操 还把家里装扮成滑雪场 一家其乐融融 因为企鹅的缘故 两个孩子经常来找波普 他们的关系也愈加和谐 波普带着企鹅和孩子们外出玩耍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可唯独女儿在一旁愣愣不愣 为了开解女儿 波普不断挑衅 女儿也不甘示弱 他放下手机 踢出绝命一球 不得不说 女儿的球技真是不错 看到奶爸仰面一道 企鹅们纷纷效仿 场面极其滑稽 这天 波普突然发现企鹅们 被电视的着别铃声声吸引 停止了一系列拆家行为 因为自己是独居 于是波普在出门工作时 布了一个保姆 并且嘱咐保姆 只要看电视 其他的什么也不用做 可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保姆一屁股不小心 坐在遥控器上 不如其来的大嘴 给企鹅们吓得转身就跑 见企鹅们朝自己奔来 保姆拔腿就跑 慌乱之中忘记关门 企鹅们见门开着 排队溜出了大门 随后乘坐电梯来到一楼 他们跑到大街上 在行人的注视下路过市集 其中一个企鹅 还被大网偶吓倒过去 被同伴一个吼叫拉回过神 他们遵守交规 排队穿过马路 很快就找到奶爸波普 所在的大罗 企鹅的突然出现 给他吓了一跳 见他们冲自己走来 他吓得立马乘坐电梯 逃离现场 企鹅们也紧追不舍 还是晚了一步 被关在电梯外 慌乱中不小心撞倒了水桶 众人被突然出现的企鹅吓倒 一度给他们让路 随后便顺着凋血 直接飞身跳进演奏台 波普十分尴尬 便想趁乱开溜 没想到被企鹅发现 大声大喊 挥着翅膀追了上去 企鹅们排队 跟着波普回了家 没想到这一幕正好 被动物园管理员看到 因为之前想把企鹅送走 于是波普打电话 给动物园管理员 但是因为两个孩子非常喜欢 才决定先暂时养一段时间 虽然企鹅带给波普一些麻烦 可长久的陪伴 让他们在彼此心中 也留下了位置 在奶爸一家的细心照料下 企鹅们蛋下了三颗蛋 这一幕给大家开心坏了 因为要有新生命出现了 可这时 管理员再次出现 他直言波普应该将企鹅们 送到动物园 因为他们有全面的管理和医疗 波普当然不愿意 经过这么长时间 他早已把企鹅当成家人 哪能说离开就离开 可管理员却觉得他们是动物 认为谁拿着鱼企鹅们就跟谁走 而管理员的行为 也证实了这一点 波普十分不甘心 隔天便来到海鲜市场 给企鹅们挑选新鲜食材 沙丁鱼由于统统管购 为了让企鹅们更加适应环境 冬天也开着窗户 还在地上铺满了雪 两个孩子健壮便来了兴趣 竟直接在家里上演了雪球大战 可没想到 这一幕被邻居看到 并用手机记录下来 还威胁波普要告诉业主委员会 谁知一只企鹅悄悄来到他脚下 邻居痛得直接将手机甩掉 下一秒 企鹅直接叼着手机就扔进了水桶 男人将家里改造成滑雪场 整个屋子都在零下50度 他养了六只企鹅 为了让企鹅们开心 还装了无数个滑梯 企鹅在这样舒适的环境下生了三个蛋 两只小企鹅如期出生 还有一个蛋却迟迟没有动静 这让男人百思不得其解 他不断安慰企鹅妈妈 自己也在室外陪伴企鹅蛋 甚至还直接睡着了 他在阳台搭建了一个小屋 从早到晚守护它 可时间一天天过去 企鹅蛋一点动静也没有 他还找来了管理员 一番诊断后 管理员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说明这只小企鹅已经无法出生了 管理员说应该将企鹅们交给动物员 那里有企鹅适应的环境 还有完善的设备和医疗 男人非常难过 但没有办法 还是逼自己狠下心 同意管理员将企鹅们带走 孩子们知道波普将企鹅们送走后 非常生气 即使他解释了企鹅们会有吃不完的鱼 在冰水游泳时 还会有全日制企鹅按摩师 可孩子们依旧很伤心 其实他自己也舍不得 在夜深人进食 也会独自一人看企鹅们的照片 这天 他在角落里发现了当初掉落的信封 那是爸爸留给他的 看到这里 波普猛然清醒 他告诉孩子们 说要去将企鹅们接回家 而到达企鹅馆后 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他们的身影 他怒气冲冲找到管理员 可他却说已经将企鹅送走了 儿子泪眼婆娑 他希望可以见企鹅们最后一面 但管理员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 正当他们争论不休时 突如其来的叫声吸引了众人 波普眼急手快 直接打开旁边的门 原来他们一直被关在这里 被解救的企鹅们立马逃出 奔向波普一家 管理员赶忙阻挡 差点被咬了手指 他冲到屋里准备用于吸引企鹅回去 波普不走寻常路 直接降门一关 反手就把管理员锁在屋内 随后他们装作禽流感防控人员 光明正大的将企鹅们带了出去 他们排队出门 却没想到有只企鹅掉了队 保安们拿着抓不往紧随其后 剩下最后一个大门 波普给助理打电话 只见他直接一到 瞬间吸引门口保安的注意 波普将企鹅们围在中间 趁着空档 准备带企鹅们直接上车 管理员也拿着抓不往追出来 众人加快速度 反手把管理员关在园内 管理员提醒是否忘了什么 抬头一看 掉队的企鹅已经被他们逼上屋顶 千军一发之际 企鹅跳下屋顶 管理员还想将企鹅拴住 没成想工具直接波普抢走 还反手把自己拴住 在众目睽睽下 企鹅直接飞进了波普的车里 对管理员一番戏弄后 他们很快逃离了现场 可没过多久 管理员带着警察找上门来 他说波普贩卖被盗企鹅 还当众拿出鱼 想引诱企鹅们跟自己走 没想到的是 企鹅们竟然舍弃了美食 向波普一家走去 这一幕赢得众人掌声 没有证据的管理员也被警察带走 事后 波普一家决定将企鹅们送回南极 让他们回归家乡 企鹅们摇摇晃晃地向家人们走去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企鹅的出现 让孤独的波普再次感受到温暖 也让波普分裂的家庭急速升温 找回了缺失已久的亲情与陪伴 珍惜家人 陪伴家人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